荣毅起身,走了过来 他的身形高大,威猛,气势压人 这般模样配上火辣辣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宋石锦 这倒是令宋石锦不免整个人都期待了起来 而后,他看到荣毅直接走到了床边,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他这是要做什么 一哥,你这就要睡了 我还不困 你不困,应该再多看几本书啊 怎么会想到这回要躺到这儿来啊,这不符合人设 我常年累月坐着读书,错了许久,凳子有些硬,腰有些酸胀 宋石锦狐疑地看了容易 你这平日里还练着剑的,应该不至于如此吧 这男人平日里夸张或者缩减的挺多的 一向很难令人信任多少 此时的宋石锦就感觉他不敢相信 我练剑也是有药伤的,之前小的时候吃了苦,没有人指导,自己瞎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伤的 这会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莫不是,锦娘不想让我睡在一旁 这话说的自然是真的,我真不想 可话又不能说得太直白,人嘛,向来就是言行不一 哪里呢,咱们都是一家人 锦娘说的是,我们都是要好好地在一起过日子的一家人,自然不同于旁人的 那锦娘,我是否可以睡在这边 那我,就到另外的一张床上去睡 容姨一听这话,眼睛忽而一眯,目光中多了几分委屈 看来,锦娘之前说的,要与我和容爵一起过好日子的话,又都是假的了 苏石锦娘并不喜欢我在一旁,那就一开始就不要开这样的口,我也不会如此期待些什么的 宋石锦顿时无语了,这容姨可怜兮兮的模样一出来 宋石锦这会儿哪里能不知道,他这又想要搞什么名堂嘛 这人惯会给人下套子,而且说话 向来让人回答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 怎么说都是他有理 宋石锦说喜欢,那这男人定然接下来会继续得寸进尺的 可若是说不喜欢,那他便又有一大堆话等着 宋石锦瞅了他一眼 那你睡归你睡,不能对我起旁的心思 好 宋石锦这会儿往里头挪了挪,事实上他还是不怎么想要离开这儿的 毕竟这回要是真的离开了,那就是直接把他自己刚刚的行为给暴露出来了 容易站在床边,眼睛盯着宋石锦,手却慢条丝里地开始解外套 而且,直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衣服给脱得很干净 只留下一条短裤在 当然,这短裤还是宋石锦给做的 照着古代的宽松模式给做的 宋石锦的脸瞬间又爆红了 他的呼吸在这一刻急促了起来 容易长得太好看 身材又不要太好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他身上的肌肉线条更明显了 内轮廓 宋石锦咽了下口水 眼前的容易的脸特别特别好看,无但有书生的俊美,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禁欲冷漠之感 妈妈呀,这个男人太绝了 宋石锦表示 刚刚看的小说的男主的脸瞬间就有了,这真的不要太明显啊 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明明是想要移开的,可这会儿他却又分明做不到,简直太难了 你这样盯着我看,我会觉得你 容易的声音骤然地响起 宋石锦哆嗦了下 不由得这会儿又抬起了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容易 什么 他好像听到了容易刚刚在说什么了 只是他又好像没有听清楚 便又开口询问了下 容易的目光深邃 此时看着眼前的宋石锦 心底不由地叹了口气 锦娘果然是有能将一个男人逼疯的本事 而他却还是可以做到自己丝毫没有感觉 嗯,没什么 容易往前一步走 走到床边 而后躺了下去 他微微闭上眼睛 我休息一会儿 说完这话 容易便没了其他的动作 只是很平静地躺着 而后不动 宋石锦一时语色 这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明明是躺在这里 害得他整个人心脏狂跳得很 然而 他却只是躺下 然后一动不动 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啊 宋石锦心底怪怪的 一时有些轻松 却又好像有几分失落 宋石锦忽然转过身子 将后背给了容易 宋石锦也闭上眼睛 心底在安安的抑郁 他居然还在期待 一定是看了刚刚那书之后 受了点影响了 这也真的是太丢人了 好在 容易这会儿并没有什么想法 如果他知道他这心底 是在想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大概也会跟着嘲笑他不可的 白天睡过了 这晚上自然是睡不着的 宋石锦翻来覆去的 闹出来的动静不小 而他身边躺着的容易 却是始终一动不动 跟个死尸一样的 若不是宋石锦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大概会觉得 这个人跟个石头差不多了 姐娘 就在宋石锦再一次翻了个声的时候 他的身后 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宋石锦微微一愣 嗯 你睡不着 哎 没办法 白天睡了一整天 我这会儿精神很好 的确是睡不着 其实 你如果真的睡不着 可以把你刚刚在看的书拿出来 继续看 别怕翻书的声音会影响到我 我不会受影响的 不用不用 容易将头转过来 目光盯着宋石锦 这会儿一副很诚恳的样子 那你睡不着 总这么翻过来翻过去的 岂不是很无聊 你那本书放哪了 拿出来 你这会儿翻几页 也许能助免也不一定的 不必了 我现在不想看书 若是你担心眼睛不舒服 或者我读给你听也可以 你闭着眼睛 听着我念书 也许一会儿就睡着了 宋石锦的心 瞬间就提到嗓子眼了 拿那样的书让容易读 他是嫌自己很有脸吧 不用不用 我这就困了 这就睡 容易的眼睛里 闪着几分狡黠的光 他静静地看着宋石锦的 或者 锦娘与我说说话一口 我拒绝可以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 总觉得跟你这样聊天 每次都是我吃亏的样子啊 宋石锦轻咳了一声 看着眼前的容易 他如今又给自己落得一个进退不得的地步了 说是不说 他就倒霉 可若是说了 他好像又更倒霉了 答应不答应容易 他都有点麻烦 怎么样 锦娘若是真的不愿意与我聊天 又睡不着觉 还是看我书吧 你刚刚瞧的时候放哪了 我给你拿过来 容易此时的谋色更深了几分 此时的目光看向宋石锦 也更为深邃 我还是与你聊天吧 可我觉得与锦娘聊天 会让锦娘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善于与锦娘好好说话的人 没有的事 我最喜欢与一哥你聊天了 真的 那是自然 一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对于天下事还有非凡的个人见解 这些都是我一个普通的人不能懂的 我这是需要向一个认真学习的 那既然如此 我便与锦娘多聊一聊 不如锦娘告诉我 可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话题 我喜欢的话题 那真的没有什么吧 莫不是锦娘没有想要与我聊的话题 其实我早就知如此了 这副模样分明又是在演我的不是 而且摆明了还是挺有意见的嘛 没有的是 我自然是有想要聊的话题的 那锦娘想要与我聊些什么呢 但凡是锦娘想要知道的 想要了解的或者聊着的 我若是知道的 定然知无不言 哼 我他们什么都不想知道啊 关键是 可这会儿还得继续言行不依下去 不然他一定是特别凄惨的 那我们就聊一聊一哥 你的前任吧 前任 荣毅的眉毛微微一抽 这也是个送命题啊 不过 好在荣毅向来没有什么过分的举止 也没有什么余句的行为 我自小家徒四壁 穷人出身 为人所看不起 在没有争取功名之前 自是不敢言取妻的 真的 你就没有喜欢过谁 荣毅忽然定了定神 目光幽静的 看着眼前的宋世锦 那双眼睛在此时此刻 竟然仿佛是变得会说话了一般 我喜欢过你 我没想过要你说这么一个答案呀 宋世锦一时蒙住了 他忽然之间又不想跟荣毅聊天了 这回的荣毅 可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说上这么一句答案就算了 他又继续补充着道 我 我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不会为人所心动 直到遇到了你 我才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呀 这男人的情话说起来也真是太诱人了 我这实在是有些掩饰不住啊 荣毅实在是太能撩了 而且还在这种氛围之下 说出这种暧昧的表达话语来 他这样怎么能抗拒得了呢 宋世锦微微一正 忽然感觉这回这个床里头有点闷热了 那锦娘呢 什么 什么我 锦娘的前任 听说姓安 荣毅的表情淡然 依然好像是很平静的在与他聊着天的样子 不过这样的话说出来之后 却是让宋世锦整个人都有点蒙住了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人这会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感情这个容易并不是不在乎那个姓安的 而是一直都记着呢 不过之前却是一直都没提醒过 还让他以为他不在意呢 却在此时提起来 想要杀他个片价不留啊 宋世锦忽而觉得 刚刚那种以你的氛围忽然之间就没了 他的心底就多了几分警惕 嗯 一个是对我不信任吗 荣毅微微一正 这锦娘怎么忽然之间是这么个表情 按理说他已经照实回答了锦娘 那锦娘应该也要说给他听才是的 怎么锦娘一副避重就轻的样子 还要拐话题了 荣毅虽然知道宋世锦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是有意避开 可他却不能多问 便只好道 没有的事 我自然是最为信任锦娘的 若是锦娘觉得不方便 那我以后都不会再多问一句的 嗯 我的确是不想说 以前的事情 我都不想再提 荣毅一时语色 锦娘真的不想说起过去 这说明 要不然他对过去深恶痛绝 要不然就是 那些过去令他终身难忘 人只有放下一切的时候 才会将这些都坦然而告之 如今这种情况 这已经说明了 锦娘 他很有可能还没有忘记那些 荣毅的心底忽然有点不舒服了 荣毅的嗓子干干的 虽然觉得不舒服 可这会儿 还是不能继续再问了 除非 他不想在锦娘心底留下好印象 荣毅干笑了一声 好 你若是不想再提 我就不问了 撕下去调查总是可以的 宋世锦眯了眯眼 他的脑子里 又开始响起警钟了 荣毅也许的确是很喜欢他 也很尊重于他 可是男人的劣根性始终是有的 真正宽容到可以包容女人一切的那种男人 是没有的 因为这种事情上 世人都一样 不分男女 宋世锦听出了容易语气中的酸溜溜 连忙又补充了几句道 那些对我来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都记不大清楚了 我想对你说的 可也说不得了 你不是知道我是个忘性大 记性不好的人吗 这个 你的记忆是好是坏的 对你有利的时候 你就记得一清二楚的 对你不利的 你就忘得一干二净的 这双标的 我很为难 易哥哥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现在 我与你被人设计 有了容绝的那一天开始 我的那些往事 就都不重要了 我如今心里只有你和容绝 其他的人 不管是我娘亲还是旁人 自然都是排在最后的 她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容易 男人都喜欢听好听话 这会儿不能闹脾气 最好的方式 自然是转移话题 态度一定要诚恳 要说起容易更重要 这样才能令她放心 容易先是一愣 而后就真的可以说是 晕晕乎乎的了 吃醋是当然有的 想要探究己娘的心思 她也是有的 可那些如果影响到 己娘对她的观感 都只会是得不偿失 世间之事 有得必有失 想一想 说非是当年的事情 她一个宋家的千金大小姐 又如何能嫁给她 她应该做的是珍惜 而不是计较过去 那也毫无意义 嗯 己娘说的是 我意如此 在容易的心底 早就如此了 她的妻小 是这个世界上 对她而言最为重要的家人 我明白的 己娘在哪儿 我的家就在哪儿 她的目光越来越火热 令宋世锦整个人不由得 好像被她看得浑身热辣辣的 完蛋了 刚刚那骨子消失的气氛 这回又回来了 话说 这会儿那种事情 不会又再次出现吧 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她应该如何反应呢 宋世锦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整个人也是一样 越来越紧张 紧张到她整个人这会儿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己娘 你好像有点热 是啊 你可以将衣服脱掉的 我已经将门给扇上了 可是最大的狼就在床上了 容易这说的话 那不是的确有点不靠谱的吗 嗯 这个 还是算了 我晚上习惯穿着衣服睡 只穿着细衣或者肚兜就可以 紧娘是不是会担心我来偷看 或者有其他的想法 难道你没有吗 真当我是个傻子 你说眼睛是瞎的呀 男人跟女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而且这个男人的年纪 还是血气方刚的 他们之间又不是没有过 在男人的心中 自己还就是完完全全的曾经属于过他 这个怎么算 他说的话都不容易靠谱 宋世锦想起了这古代人的思维模式 越想脑子又跑偏了 容易注意到此时宋世锦的跑神 眉头轻微的皱了起来 紧娘 紧娘 他这么一个音讯潇洒 又上身不穿衣服的男人 就躺在紧娘的身边 他都没有感受到啊 居然还在这么重要的关头 脑子里都跑得不知道去哪了 这也真的挺让人感觉遭受到打击的 宋世锦连忙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想起了一些事情来 所以就跑神了 你刚刚想什么了 难不成是安郎 我在想 荣誉 你想与我这样 是对我好奇 还是怎么样 什么 荣誉微微一正 这会儿倒是没想到 此时的锦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令她感觉有些意外 就是你想与我 同房这件事 是对我好奇 不是好奇 我是将锦娘当作我今生 要爱慕和奉献的人 你是我的责任 我们这样 只是 我自己情难自禁 只是 若是锦娘不愿意 我不会强求什么 她已经等了那么久了 也不会在意这一时 若是锦娘不乐意 她也不会强制地 让她就此同意 况且 锦娘也不必担心什么 我若是因为对锦娘好奇 那其实早就不必如此了 因为锦娘从头到脚 都是我早就已经看过的 锁时锦听到荣誉这么说 微微一愣 她的脸活又跟着爆红了起来 她怎么就差点忘记了这件事了 对呀 荣誉可是她的相公 那相公这个身份 就已经是她的男人 他们两个还有了孩子的 她又怎么可能会对她好奇呢 好奇什么呀 早就已经好奇完了 锦娘你不必担心什么 我会让你相信我的 那我能抱着你睡吗 可以 抱着她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就是她自己多一层的修炼罢了 既然是要枉于 那就要有绝对的耐心 更要有一定的修行 荣誉一把将宋师锦拉了过来 而后将她的头 靠在她的胸口上 乖睡吧 宋师锦的唇角微钩 心底微甜 不仅仅是因为荣誉的表白的话语 还有她目前表现出来的 对她的尊重 她愿意尊重于她 说是还能经受得起考验 这样的荣誉 才会是她今后的未来归宿 宋师锦伸出了手 搂住了荣誉的腰 而后靠着她的胸口 沉沉地睡了过去 荣誉感受到宋师锦深沉的呼吸 整个人瘟瘟一震 可以说是很为难地 看着在自己怀里的宋师锦 这个女人 真的是每时每刻 都在考验着她的耐性 如果不是想与她长长久久的 荣誉是真的很想让锦娘 直接成了她的人 现在的她 为了得到锦娘的心 也只能这么先惩罚自己了 荣誉叹了口气 大概今夜又会无眠了 宋师锦第二天醒来 已经又到了日上三杆了 锦娘 我水给你倒好了 你先洗把脸 宋师锦点头 而后起身 走到荣誉摆放着的 眼前的水盆前 她笑着对荣誉道 谢谢一哥 娘 过来吃饭 那个山匪头子 也就是夏利用抓你的人 还是跑了 阳门里的人刚刚传来消息说 已经没了那个山匪头子的消息 啊 这个还是在意料之中的 那个人能将这么一大片的山匪给拉拢起来 本事自然是有的 那自然也代表了他的逃生能力 应该其实 他从来就没有将这里的山匪 当成是一回事吧 怎么说 我其实观察了山寨里的情况 那片的山寨 看着似乎是那个山匪头子在管理 其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有限 那个人的确是有能力的 只是他为山寨里做的事情 都只是表面 而根本就没有上心 比如说 他明明知道 二当家的有一定的缺陷 他却从来不对 二当家进行约束 宠他如杀他 再比如说 他明明知道这山寨里的营生 是干不长久的 却从来没有引你眼前的这些山匪们 从良向善 便是如同桃红那样的 他也是有着很深的力气 对于他自己所处的环境认知 是有偏差的 这个人很可怕 他的手段应该远不止如此 这样的方式引导出来的结果 便是在山匪窝里长大的孩子 天生的性情都是残缺的 他们中间许多的人 已经失去了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 几乎冷漠到了极点 共情 冷漠 宋世锦点点头 对 共情就是与他人的情感共同 能站到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这些山匪被洗脑之后 这样的能力就彻底消失了 一哥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抓到那个人 而且不能让他继续疯下去 说不然 还会有更多的人就此受害 姐娘 无必担心 我向你立誓 这个人 我一定会亲手将他抓住 你说的是真的 姐娘 也许我容易现在的实力还差了几分 不过我敢保证 在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里 不会有其他人伤害你一根汗毛 而且 我答应姐娘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会把这个人抓住 那人虽然装扮是个山匪的头子 可说话的语气和动作举止 与贵族子弟没有区别 而且 他身上的衣服 虽然并不是多好的样式 与普通的山匪的装束 几乎没什么区别 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你都看得出来 嗯 细节有些区别 材质也很不同 如果平日里没有接触 那自然是瞧不出来的 可我 偏偏看过 而且 一个人的口音也是不会变的 官腔和气度 是真的挺明显的 他的身份 应该不是匪 而是官 他身上的香囊 是我们景国京都的 第一大号绣饼铺子 出产的针线 非达官贵人 是不可能有能力和实力佩戴的 所以 这个人 必然还是个很大的官 我分析过后 大概能画出几个人来 他们个个都是京都 有头有脸的人物 还要与郑家有几分关联 又曾经与锦娘 你有过接触 所以 只要到了京都 对这些人进行调查 就一定能找到那个人 宋世锦的眼睛唯唯一睁 没想到啊 荣誉的心思 果然深沉如此啊 他居然早就已经 悄无声息的 算计到了那么深 连那个人的身份 可能都已经在查了 我将这些说出 只是想要让锦娘彻底放心 这些事情 都不必担忧 一切由我 锦娘心底有什么问题 只要说出来 我若是能办到 定然会认真去办 嗯 我知道的 我相信你 荣爵呢 荣爵今天说了 要去王家玩 他还要与牛蛋的孩子 一起去王家玩 他说 咱们招待了王傲轩那么久 也是时候 要让王家还了 他要祝导王家 祝过瘾了再回来 宋世锦一挑眉 心底又秃秃了 所以 整个家里头 这回又只剩下 他与荣誉两个人了 荣誉仿佛能看透 宋世锦的内心所想 这会很淡定的道 嗯 家里头如今 就剩下你我二人了 最近春天 山影风大 情语不定 锦娘一会儿 不如与我一道 出去与牛二一家 和薛木匠一家 去摘葵花吧 再过几天 若是太阳过大 那葵花开败了 到时候想要做 蒸葵花菜之类的 就不好吃了 好好好 我要去 咱们傻手去 一会儿吗 嗯 你刚刚休息的时候 我已经去找过牛二 和牛二嫂子 他们这会儿 应该是已经将薛木匠 和他妻子 给一道带来了 这一次 锦娘可以玩得高兴 锦娘喜欢吗 总是紧瞧了一眼容易 重重地点点头 此时他开心的 眉眼都是弯弯的 笑起来也极为好看 嗯 我当然很喜欢了 我以前 就很想做 这样简单的事情 长大了之后 才发现 这样的简单 反而是最难的 人是越活越复杂 从自己的世界里 走出来 再融入一个 又一个的圈子 一个又一个的世界 可最后才会发现 其实回归自己的世界 才是最美好 又最为通透的 那容易呢 你喜不喜欢 只要是锦娘喜欢的 我都喜欢 宋世锦又被这男人 无形地撩给影响了 嗯 好啦 别腻歪了 虽然他挺喜欢 听好听的话的 可这么一直说 他可有些受不了 容易还是正常一些的好 什么时候 锦娘真正地与我 真正地同心同德 成为我容易的人 可能什么时候 这样的话才会停止吧 到时候 我就不用嘴上说了 你看我行动就好 锦娘 你又跑神了 想什么呢 哼 我呀 以前爱讲大道理 现在喜欢自己 想通一些事情 就是随随便便 思考思考 之前的我 觉得只有我自己的 想法是对的 现在的我却觉得 每个人都不傻 还是你更聪明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很 还是锦娘聪明 锦娘教会了我许多 算是我最敬重的师傅了 好了好了 又来 我正是怕了你了 不过 我觉得我们两个 也算是差不太多 以后还请一个多多包容 与我多磨合 我们会更好的 遵命 娘子 锦娘啊 听说你们路上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山匪了 你没什么事吧 村子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也不知道是谁 透露出来的消息 外面说什么的都有 我也不在意 二嫂不必担心 我好着呢 还好就行 那些旁人的话 你就算是听了 也不要太计较 村子里有些人 就是爱嚼舌根 你别放在心上就行 宋世信一听 这两个人说的话 她立刻就知道 他们是给她打预防针了 大概率还是因为身为女子 被山匪劫持 会落下个不清不楚的名声 如此看来 两位可真的是我的好友了呢 旁人的话 我可不在乎 左右不过算是我目前人气过旺 这种红黑参半 说什么的都有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的 可在这个时候 还能站在我这边 这对我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二嫂 安若 你们等我可真好 瞧你说的这话 这就有些见外了 我可跟你说 旁人的话 你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了 若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就直接跟我说一声 我呀 倒是何帮你出气 好 那我就先谢谢二嫂了 霍安若的性子比较淡一些 话也并不多 他们这三个人 宋世信比较圆滑 玲珑 也嘴甜 霍安若呢 就比较话少 温柔甜淡 而牛二嫂 则是胆大心细 不怕事 凶悍得很 牛二与薛木匠跟着容易 两个人心底本来是挺处他的 奈何容易还是那么一副说话好声好气 瞧着就是一个文弱公子哥的模样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让他们放心不少 一时也会觉得 大概之前是他们想多了 牛二嫂看着这三个男人 一到了山林里头 开始爬高上低的模样 顿时笑了起来 锦娘 瞧见了没 你家乙哥 看起来挺厉害的 我还以为他只是个读书人 不一定能勾得准 也没什么力气的 哎呦 这会儿看起来 倒是我自己想岔了 你瞧瞧你家乙哥 那可是真厉害的 哪里哪里啊 我看我家的不如牛二哥 你瞧瞧 他做事又有眼力劲 又勤快的 还有胸木匠勾下来的槐花 一瞧就很新鲜 宋世信不愧是端水大师 原厂的话 他说起来那可是真的很棒了 也不会直接傻呵呵的 就接了牛二嫂的话来 直接夸自己人 反而会连带着 将这样的好话给回回去 顺便连着薛木匠 也一道夸奖了 也不至于厚此薄彼 瞧瞧瞧 咱们这锦娘啊 就是会说话 也难怪我这么稀罕她 牛二嫂被宋世信说的话 给逗乐了 而一旁的霍安若 也笑了起来 说的可不就是如此呢 这娘呢 听说你之前被劫匪给抓了去啊 怎么样 是不是瞧着特别危险 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多谢张婆婆关心了 也没什么事 挺好的 哟张婆婆 往日怎么不见你关心过谁啊 怎么这回有闲情 来操心人家家里的事了 牛二嫂向来不喜欢张婆婆 这种爱说旁人显话的人 这样的人 自己家的事情都处理不好的 整天就爱管别人的事 我这是关心而已 关心一下还不行吗 关心 那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关心了 你这关心 我如今给你了 你要不要 牛二嫂这话一说出来 张婆婆的脸色 就跟着很是不好看 可她却也不敢 直接跟牛二嫂对质 真吵吵起来 都是谁都没脸 如此 她倒也不吭声 直接转身就走了开 娘 这种人 你就不要给她好脸色 实在不行 就多教训她几次 也好让她知道 知道你的厉害 她只要知道了 就不敢对你怎么样了 二嫂这么泼辣 还真是一点亏都不用吃呢 我这以后 可是要多多跟紧了 二嫂 以免我这就被旁人给欺负了 行了 谁还敢欺负你啊 你那个相公 迟早是个人中龙凤 没瞧见我们家的牛二 一直都是一副要巴结的模样 我也得多跟你交往交往 以免你以后发达了 把我们给忘记了 放心放心 狗富贵 不相忘 金娘 我们把这些给摘干净 应该就够了 不然会拿不下 牛二嫂在不远处 看着这小两口的相处 莫名的感觉到温馨 她的笑容也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嘴角 这两个人明明是已经这么多年的夫妻了 而且还有了容绝 怎么此时瞧着这么 你以为 老夫老妻之间 应该没这么客气的 管他们做什么 只要感情好 日子过得好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反正也不干咱们的事 二嫂说得对 就是这个脸 牛二嫂正说着话 忽而瞧了一眼 忽安若的藤栏里 摘了不少的槐花 倒是有些惊讶 看不出啊 你这年轻归年轻 做事情倒是挺利索的 我娘是做婢女的 我是名家生子 这点活气暂时能做好的 说是不好 还不得时常被主子爱骂呀 那倒是 以前做家生子 肯定日子过得没现在好 我看你这些年 嫁给老薛之后啊 反而笑得多了 瞧着的确是开心的不少 这说来你与锦娘也挺一样的 好像当年的锦娘也是这样子的 在外头过得不好 真的嫁入了村子里 当时状态什么越来越好了 哇 也是因为老薛对我好 村子里还有人能说上话 才渐渐舒服起来的 眼瞅着锦娘也是如此啊 如今容秀才对她好得不得了 那日子就滋润了 不过 那也是锦娘自己先想开 先变了的 不管怎么说 我就挺喜欢现在我们这样子的 真的希望 就算是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也不要有什么改变 不变是不可能的 可能是有形的东西会变 但是有些无形的东西 是永远不会变的 没错 只要感情在 其他都还好 怎么了 你看起来心情不是太好 风有些大 我有些怕 确认了容易是可以相信的 宋世锦现在 便敢对她撒娇 又示弱了 一开始是她很钢铁 很直 容易对着她示弱撒娇 如今倒是反过来了 没事 我晚上与你一起睡 真的 容易看着她满怀期待的眼神 心底暗暗抑郁 能看能报 却不能亲不能吃 真是当事一大考验 真的 一个真好 不 不对 应该是相公真好 容易听着她忽而叫自己相公 当然是因为她心情好才这么喊的 可这话喊出来 还的确令她心底舒坦到不行 睡吧 好好休息 大不了 她看着锦娘睡着 然后自己再去睡也好 宋世锦这才满意的躺下 闭上了眼睛 虽然窗外那呼呼的风声还在继续 可大约是房间里 还有另外的一个人 她居然一点都不害怕了 很奇妙 但是很让人感觉舒服 安全 原来家里头有个男人 这真的不一样 当然 也得是可以依赖 她是过日子的好男人 宋世锦第二天醒来 看到的是容易趴在床边睡的样子 容易一向浅眠 看到宋世锦睁开了眼睛 便道 你醒了 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 宋世锦看着她略微疲惫的俊脸 心底莫名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她连忙叫住了她 容易 你昨天晚上就是这么睡的吗 嗯 宋世锦一听这话 心底更为触动 容易看得出宋世锦不对劲 她笑了笑道 没事的 我只要看着你就很开心了 怎么了 看着你好像挺闷闷不乐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挺过分 就是有点作这种的 旁人大概一瞧见 有人替自己做到这种地步 扑上去爱都来不及的 哪里有像她这样的 还在小心翼翼 没有的是 人与人是不同的 而且我也喜欢你这样 若是我对一个女人好 她想也不想的就接受了 我反而不敢认可她 毕竟啊 一个能那么快投降的女子 要不然自己没有主见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能听我的 也能听其他人的 会被拐走的 还是锦娘这样的好 连我这样的方式 都还在考察期 我觉得甚好 以后若是我不在家 锦娘定然能保护好自己的 她不会给自己机会 便也不会给其他人机会 宋世锦被她说的 其实也不知道该同情她 还是该说她了 容易又很诚实的到 我知道 锦娘是因为我昨晚这样趴着睡 有点心疼了而已 我爱的 嗯 我知道了 我先换身衣服 你去睡会儿 中午饭我来做 好 书房就留给你 我回我的房间里去睡 容易这会儿回到房间里 谋色却是微微深沉了几分 她的很多布局 也要开始慢慢地展开了 跑了的那个人 目标直至京都 本想在这里能有安然的日子过 可锦娘的绅士 注定她不能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 容易的手指在桌子前敲打着 虽然明面上是锦娘在拒绝原房 可她自己内心实际上也是有顾虑的 她顾虑着 觊觎锦娘的那些人 如果不清除干净 她若是没有办法保住锦娘 那就不能毁了她 微微闭着眼睛 熊一字不甘心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她无路可选 唯有一拼 怎么做这么多 我们两个人怕是吃不完这么多 一个不小心就做多了 吃不完了就晚上热热再继续吃呗 这一天到晚上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在 好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 宋世锦总觉得容易似乎话变少了 这样的一种奇怪的诡异 令她不免多看了她几眼 终是忍不住 宋世锦开课问道 你看起来好像有新事 嗯 哦 什么事 我在想 等我这一次重举 我们全家要不要搬家 前往京城 可这考试 不是还没到的吗 嗯 是没到 只是我现在与你商量 是希望你能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一次考乡试 我会全力以赴 中了举之后 我便会前往京城 继续参加之后的 会试 电视 锦娘 我们躲不了 只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再到战场上 与敌人面对了 容易这话一说 宋世锦便立刻懂了 他所说的情况 其实正是之前的宋世锦有些担心的 你说的我都明白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需要我做的 我也会尽全力做好 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 我想做的事 让你全无后顾之忧 这么说 你同意 自然同意 男儿志在四方 你不能被困在这样的小地方 你本来就是人中之龙 这里不是你的归宿 容易 我们一起去吧 好 宋世锦也回到自己房间里 将钱财都给取出来 有大概一桃罐了 里头这些碎银子 他看了一眼 不免觉得好笑了些 好像挺多的银子 都是从容易那儿搜罐而来的 宋世锦看着看着 心底味面甜甜的 容易在让着他 他又不是不知道 这样的感觉真的特别好 让他很有安全感 锦娘 在吗 你不读书 怎么这就过来了 这是我多年的积攒 如今全部交给你来打理 你说了 要让我无后顾之忧 我便专心攻读 这家中所有的事情 就要麻烦你了 有这么多 一张就是千两啊 而他居然有十来张 容易居然是个隐形富豪 这些是我到了书院的 一个月左右 用了一千两的本钱挣的 本钱 本钱 是我找万青元借的 已经还了他了 以后我定不让锦娘那么辛苦 宋世锦顿时哑口无言 他差点忘记了 容易身边的确能人众多 我之前忽视了利益的重要性 是锦娘提醒了我 我已学了范里的经商之道 毕竟会用这些所学所用 来帮助更多的人 也会让我们一家人 不会因为钱财而受制于人 宋世锦感觉自己太喜欢容易了 这男人之前不在乎利益 便是因为所学所念之广 有道家的随遇而安的心态 他的格局之大 思想之高 是远超自己小民经济的头脑的 如今他懂得了利益的重要性 再加上他本身所具有的软实力 以后只会更厉害 容易 你可真让我替你骄傲 有你这样的男人在我身边 我真的太敬佩了 宋世锦的眼底和心理 都对容易充满了尊敬和崇拜 是锦娘改变了我 宋世锦有些不解容易这话的意思 大概只能意识到是因为他之前所说的金钱上相关的事情 让他有所改变吧 不客气 我在你身上学到的很多 对了 锦娘还需为自己买两个可用的丫头伺候着 我会让万青元找好有潜力的 一并带来 让你挑 我希望我们家里头的人口精简一下 需要那么多人干嘛 你与容爵的安全更重要 我要给容爵配一个书童 平日里跟着他端茶倒水 与他共同习武 而你这边 锦娘可是会武 什么 什么武功 他记得自己好像并没有将自己会武术这件事 告诉容爵吧 可这容爵是怎么知道的 好奇怪啊 之前的身手就不错 我还有些怀疑啊 后来有一次 听容爵说起 你是纵马而上救的谢氏 依照当时的情况 只有会点轻功武术才能做到 而且在山寨里 你一开始就逃走 还杀了两名山匪 锦娘 你的身手应该远在我之上 虽然心底有些不怎么舒服 媳妇好像哪哪都比他厉害 可容爵本就心胸宽广 只会替他高兴 并不会为此而心生嫉妒 对他的隐瞒产生愤怒之情 宋世琴眨了眨眼 这容爵也太牛了 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 而是我自己都不记得 自己有这般的身手 那会在山寨里 就是试试 这点做得很好 所以我需要给你再买两个丫头 一个丫头要会点武功用来保护你 也顺便替你隐瞒 有点藏着的底子 我要被人一眼就看穿 我们所去的地方 是京都 那里鱼龙混杂 人多便是非多 有点底子便多一份安排 不过锦娘 你需要尽快地了解你自己真实的情况 只有这样 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才知道该怎么做 宋世琴眨了眨眼 完蛋了 这容易果然非同反响 做事考虑到了极致 不声不响 表面上不闻不问的 实际上心底有数得很 连他隐瞒着他的事情 他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这脑子果然很够用 好在 这男人做事全为他考虑 说非是这半年的相处来的感情 他对他的为人很是放心 很信任自己 估计他怎么死在他的手上 都不知道 那这几日 你便帮我如何 你来帮我试探一下 我到底有多少底子 我其实也很想知道 以前的我到底有多厉害 那个真真正正的宋家大小姐 到底隐瞒了什么 又想抛弃什么 他真的很想知道 容易自然是答应的 锦娘有原则 又很善良 他的好 只有接触了才知道 在外并不险山露水 也不爱出什么风头 取什么功 容易巴不得能为锦娘多做点事 也好可以得到锦娘的看重 我会列好要考察你的各项 即使 你与我一道便可 宋世锦连忙点点头 抬眼看向眼前的男人 容易正好也以一种说不出来的眼神 回看着他 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人对视一眼 莫名感觉周围的空气 有些干燥了 宋世锦这会儿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 可是无法将自己的目光给移开 隆一忽然上前几步 正想开口说点什么 忽然门口传来了一道声音 爹娘我回来了 宋世锦立刻回顾神来 是容绝 这个混小子 果然是与他八字犯冲 他到王家去玩 怎么一天就回来了 我瞧瞧去 看着宋世锦走出了门 隆一的眼睛微微眯起 容绝毕竟是个儿子 儿子还是不如女儿贴心呢 说是他与锦娘同床 再有个孩子 容绝如今五六岁 正是可以带孩子的年龄了 给他点事儿做 也省得他天天缠着锦娘 娘 我从王家回来了 村长爷爷也来了 宋世锦与荣也对视了一眼 王村长这会儿是有什么事 王浩轩呢 他也在 我去找轩哥玩去了 娘 你跟爹要是与村长爷爷有话说 你们尽管聊 我们小孩子不打扰 对了 你午饭吃了没 吃过了 可惜的是不怎么好吃 娘 我想吃您做的饭菜 好 晚上了给你和轩哥 多炒两个菜 不止轩哥 还有牛蛋呢 我们现如今关系最亲密了 就连轩哥的亲哥哥都嫉妒呢 之前他亲哥哥总欺负我 现在有轩哥在 他也不敢这么做了 好好好 你的兄弟 娘都给你算进去 等晚上了 给你们都做好吃的 一哥的前程 是要落户京城了吗 不一定 这是要与锦娘商量的 去京城是要去的 可能不能住得惯 就要另外说 说得极是 我是不大想让四丫去的 他之前 向我闹了几次 着实是让人心烦 可我也不能 就此适用于这他 让他想做什么 便做什么 村长这话的意思是 想要让四丫留在村子里 不与我们一道走 王村长点点头 我那个女儿什么样子 我最是清楚 本只是让她跟着锦娘 多学做点事 结果之前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回家之后 跟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还发了刺烧 他那种心态 以后是不可能成大事的 虽然不知道 王四丫到底是跟着 宋师锦做了什么 可他若是连这么一点 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 那不管怎么样处理 怕是都很难让他有所提升 这点 王村长自己还是挺清楚的 天下间最了解自己女儿的 还是得他自己 所以 等他好起来了 我还是想要给他说门亲事 让他嫁人 安分守己就好 人是村子里青年才俊 那也多了去了 他总能相处出感情的 容易的手指微微动了动 这样刚刚好 他本就觉得 王四丫不太适合跟着锦娘 而王村长的本意 大概是想让王四丫随着 以后许是能纳个妾之类的 可他却是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做了拒绝 难得王村长能想到这一步 这一点容易心底宽松了许多 还是锦娘有本事 拒绝旁人 要给人留些面子 这个 你们自己决定就好 我与锦娘皆是无所谓的 龙生龙 凤生凤 我呀 是个没本事的 生出来的女儿 也就这么一个德行了 好在 奥旋还有几分能力 但愿他能替我王家争口气 只要我们自己立身正 孩子们总是看在眼里的 言传不如身教 家庭环境 父母的样子 会给孩子挺大的影响的 难怪我平日里讲道理 孩子不会听 不讲了 让他自己去感悟 反而效果会出奇的好 今天我来 就主要说起死鸭的事情 竟然他不做你们的侍女了 那卖身器 定然要奉还的 还请村长再次等候 说完这话 容易便出了门 进了厨房之后 他找到了宋石锦 他很快将王村长的话 对宋石锦做了传达 我觉得 将这卖身器 归还于王村长比较好 锦娘如何考虑 这点 一哥你自己拿主意就成 王思雅也不能说 不是个好苗子 不过他的确要学的东西很多 等到真正成才 却没有个五六年的光景 是不成的 可他 终究是要嫁人的 这一年头 二十来岁再成亲 那就很难挑到 极好的人家了 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 他不必拿自己的想法 强加于人 王思雅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自然有他的思考 我就将王思雅的卖身器取来 交给王村长了 宋石锦轻摁了一声 宋毅刚刚一转身 忽然又转身回来 在宋石锦的脸旁边吻了下 锦娘 你今天太好看了 我一时没有忍住 抱歉 说完这话 宋毅撒腿就跑 宋石锦完全没有预料 宋毅会这么干 整个人这会儿 直接就有点懵了 半天之后 他也才伸出手 在容易吻过的脸上 轻轻地抚摸了下 而后又莫名地感觉 自己的脸开始发热了 这个容易又开始撩拨他了 王村长拿了王思雅的卖身器 就感激地说了挺多好话 容易谦虚地硬了 王家对他的帮助极大 这点事情上 他自然不会做得太过分 每一个人都是要学会感恩的 而且口碑 名声这种东西 还是要维持好的 轩哥 我们该走了 王奥轩硬下了 之后便要开口 与容爵告别 容爵却道 娘说了 晚上给我们做好吃的 你与王爷爷用完了晚膳 再走不迟啊 况且 王爷爷从来都没有尝过 我娘的手艺吧 不如尝尝看 王奥轩一听这话 脚步便停了下来 容爵叫他 他向来比较听 再加上 又是容爵的娘亲做饭 那味道自然是不必说的 他还是特别想要尝尝看的 王奥轩这样一表现出来 容爵便立刻瞧明白了 说的是 村长也不必急着走 刚刚好 用完了晚膳一样 王村长与容 一边坐在亭子里 看着王奥轩与容爵两个人 在院子里念书 练功 他们两个孩子 经常这样 嗯 他们与牛蛋一起 都挺喜欢互相比较着 背书练功的 做其他的事情 也没什么意思 容爵喜欢背 薛儿哥不愿意落人后 而牛蛋 则是最喜欢练功和吃苦 我这宣哥在家就不喜欢读书 我让两位照顾了 王村长看到自己孙子的转变 那可比他往日里得到什么更舒心的 哎 村长说的哪里话 是容爵 需要让薛儿哥给带着 他们可是彼此成就 跟我们之间关系不大 也没什么照顾不照顾的 容爵这话说出来 令王村长的心底更为舒服 与聪明人聊天 与情商高的人聊天 就是能让人有话说下去 你笑什么呢 容爵趁着王村长喝茶的时候 小心地问起了宋师姐 没什么 只是忽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我之前 无法与父母长辈沟通的原因了 思维模式的不同 怎么可能做到互相理解 容爵有些疑惑 不能理解解娘这会儿 说这话的意思啊 原来真的是要自己亲身经历了 才能明白很多事情 不过 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啊 人一定要长见识 不然就只能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自以为是走不出来了 锦娘又在思考人生了 怎么 不行吗 没有没有 可以 当然可以 你刚刚偷亲了我 她的声音很小 这种夫妻之间的情趣事情 自然不必让外人知道 容易眼睛盯着她 若是锦娘不甘心 完全可以亲回来 我定不会觉得不舒服的 呸 这男人 果然不要脸 王村长轻咳了一声 虽然这两个人什么多余的话也没说 什么过分的举动也没做 可只要他们这两个人站在一块 那就仿佛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令他这个老年人都不免心情愉悦 这可真是恩爱的小两口啊 姐会有你吃的 不必这副模样 嗯 我不会客气的 你们到时候最好吃的快一点 别一会儿这的饭菜就都没有你们的了 你啊 这会儿真不知道要说你什么好了 同样是娘 这做饭的手艺差距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大 我反正特别喜欢吃您的手艺 以后我一定要讨个跟您一样的媳妇 宋师锦被牛蛋说的话给逗乐了 倒是容爵在一旁黑了脸 蹬了她一脚 牛蛋只是呵呵的笑着 同言同语的 倒是没什么人会真的计较 也就容爵会觉得 这牛蛋有些丢脸 脑子抽风罢了 姐娘 我走了之后 那两个给你安排的丫头 应该就要到了 你的安全应该是有保证的 不过 你还是要小心 实在不行 你可以到二嫂家住着 不过我猜测 那些人如今是不敢出现的 所以暂时你是安全的 这个我也猜到了 放心 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我等你回来 容易的目光 一刻都不离开宋石锦 姐娘 保重 说完这话 容易就朝着门外走去 等到牛车载着容易走远了 宋石锦这一刻 也仿佛是真正的意识了什么 容易走了 他要好久都见不到他了 忽而 脑海中有了这么一个意识 宋石锦便再也无法控制住 自己内心的那种奇怪的思绪 他拔腿就朝着院子外冲去 他都没有好好跟容易说多少话的 他也没有告诉容易 让他好好地照顾自己 让他平日里多注意身体 有太多的话应该说的 而他却没有说出来 容易 等到跑出来的时候 此时的容易已经走远了 牛车此时 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宋石锦呆呆地站在门口 莫名有些失落 他站了一会儿 这才叹了口气 转身回到了院子 你娘这是做什么呢 她是有话要对你爹说 所以才要追出去的 这个 难说 什么难说 牛蛋有些不能理解了 容车冷眼瞧了下牛蛋 有些无语着道 本来就难说 而且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八卦 容车鄙视完牛蛋 却扭头对着王傲轩问起了话来 你说 我娘刚刚为什么要追出去 王傲轩和牛蛋顿时有些无语了 牛蛋心中付费 真看不出啊 容车天生就是一双镖狗 我问就不对 王傲轩问了就对 他可真不是一般的偏心 你如果很好奇的话 可以亲自去问问你娘 也许就能得到答案了 我娘是肯定不会与我说这个的 那就不必问了 小孩子操心这些做什么 我们只操心我们该操心的事情就好了 王傲轩以前觉得自己挺幼稚的 可如今羽绒绝和牛蛋在一块 居然慢慢的就变成了团体的领导者了 玄哥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继续背书去了 之前背的少 我只大概记住了 还做不到准确和不忘 这个背书本身也没那么快的 你已经很好了 这个我知道 我娘说了 记忆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进行重复性的背诵 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记一次 直到她彻底忘不掉 走 我们继续背书去 王傲轩与容爵两个人要背书 牛蛋的脸却是黑成了一片 他可是真的不想背书啊 牛蛋想也不想的 就想要躲开了 那个你们两个去背 我还有点事 你能有什么事 又想跑了不是 别想跑 我们背 你也得背 宋师紧坐在书房里 先继续抄着书 本来是想要开始创作画本的 可是待坐在书桌前 已经半天了 他始终还是下不了笔 心静不下来 也不知道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只是一片的空白 半天之后 也还是不得不承认 原来荣义对她的影响 已经如此之大了 荣爵上了几天私塾 这日休睦回来 晚上就缠着宋师紧 要睡到她房间里了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 平日里都是一个人睡的 怎么这会儿反而要与我一道睡了 我有同窗 晚上还与母亲睡一起 这又如何 我喜欢娘 跟娘在一起 我就感觉很舒服很自在 熊爵才不傻呢 好容易爹不在家 他有机会跟娘在一块 有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 那才愚蠢呢 娘 爹出去了好多天了 你想爹不想 那爵儿想不想 又想 又不想 为什么 有我爹在了 娘你也不必那么辛苦 所以我希望爹在家了 能多帮娘干点活 可是爹又太黏人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缠着娘 这可是有些太丢人 他那样子 我就不希望他在家了 容爵这话说出来 宋世锦不免觉得好笑 果然是童言无忌 娘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问 我跟爹 你最喜欢谁 容爵的表情严肃 仿佛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样 当然是我们容爵啦 娘最喜欢的就是容爵啦 娘 那你到底是喜欢我什么 宋世锦这会儿越听越想笑 也不知道容爵这些问题都是从哪来的 又是跟谁学的 这一个个的问题 听起来只会让人感觉异常的好玩 你什么样子 娘都喜欢 毕竟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身上又流着我的血 你是我生命的延续 娘如何能不喜欢你呢 那娘以后知道永远的跟我爹在一起了吗 嗯 是啊 我们一家人永远的在一起 好好的过日子 永远不分离 这下你放心了吧 早点睡吧 娘活永远都在的 我们是一家人 不会说走就走的 之前 宋世锦说了要好好过日子 也只是对容爵说了 而容爵并不知道 也难怪这孩子始终会患得患失了 弟妹 这一次到镇子上做什么 还是要去张掌柜那里吗 嗯 这个我也不瞒你 我平日里有在书店里接活 抄点书挣点小钱 补贴家用 弟妹与义哥 你们都是文化人 不像是我们了 也就只会种个地 做点活 读书识字 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